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精彩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飞到朝鲜半岛 看看最近的动态 朝鲜在这个月试射了一枚 特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星16B型 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 听起来挺酷的对吧 但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石说 这次试射其实是失败的 因为那个飞行器在最后的俯冲阶段 没有达到至少5马赫的速度 不过不过 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报道和南韩军方的分析 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我说东 你说西的情况在国际政治中也不算太罕见 接住我们转到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 粤港澳大湾区的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桥梁 已经进入了贺载试验阶段 预示着这一壮观工程有望在今年6月通车 这项贺载试验将模拟通车后的实际负载情况 确保桥梁的安全与稳定 想象一下最多达136辆总重约5000吨的大火车参与试验 这场面一定很壮观吧 最后我们来到体育领域 UFC终极格斗冠军赛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得比 两位中国选手张伟利和颜小南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一场精彩绝论的对决 经过五个回合的激烈叫风 张伟利最终战胜颜小南 成功未免女子草量及金腰带 这不仅是UFC历史上首次有两位中国运动员展开的世界冠军争夺战 也是中国MM综合格斗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看来在各个领域从国际政治到体育竞技都有助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卓越的晋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和更多精彩的细节 在世界的东方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再次升温 据东方日报 朝鲜于本月三日进行了一次颇具野心的军事实验 试射的配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星16B型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 金正恩的雄心壮志显而易见 他扬言要实现所有导弹的固体燃料核武化 然而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石在周日的电视访问中透露了一个关键奇迹 与美国的详细分析后认为朝鲜这次试射实际上是失败的 这次失败的原因在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最后的俯冲阶段 并未能达到至少乌马赫的速度 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尽管如此 申元石预计朝鲜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会停止 总有一天会取得成功 朝鲜官媒朝中社的宣称与南韩军方的分析存在明显差异 前者宣称飞行器沿着预定轨道飞行了100公里 而后者则指出实际飞行距离仅约600公里 形容朝鲜部分说法花大其词 在另一端广东交通集团带来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 东方日报 粤港澳大湾区的超级工程 深中通道桥梁已经进入了贺载试验阶段 预示着这一壮观工程有望在今年6月通车 这项贺载试验包括静载试验和动载试验 只在模拟通车后的实际负载情况 确保桥梁的安全与稳定 试验中这多达136亿总重约5000吨的大货车参与 这无疑是对桥梁设计和建造质量的一次大考 在体育领域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得比 在UFC终极格斗冠军赛上演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训报道 两位中国选手张伟利和颜小南在拉斯维加斯 进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 经过五个回合的激烈交锋 张伟利最终战胜颜小南 成功为免女子草亮几斤腰带 这不仅是UFC历史上首次由两位中国运动员 展开的世界冠军争夺战 也是中国MMA综合格斗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张伟利和颜小南的比赛 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 更是中国女性力量的展示 张伟利作为中国女子综合格斗领域的领居人物 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斗女王 而颜小南虽然历经起伏 但始终不放弃 最终站到了这场争冠战的舞台上 两位选手的坚韧不拔和对胜利的渴望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也希望通过这场中国得比 激励更多年轻女孩了解 并参与到综合格斗中来 从朝鲜的导带赤舍导带赤舍 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超级工程 再到UFC的中国得比 这些世界虽然领域不同 但都展示了人类在各自领域内 追求卓越的不限能力 无论是科技建筑还是体育 这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在一个充满紧张气氛和争议的国际舞台上 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谴责 根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 这起事件标志着伊朗第一次直接袭击以色列领土 试用爆炸性无人机和导弹 国际社会对此反应强烈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纷纷发声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并强烈谴责伊朗的行为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向以色列提供坚定支持 并缩短了周末特拉华州之行 以监测事态发展 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法国外交部长斯蒂芬·塞格沃尔内 也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 并强调将继续捍卫以色列的安全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和欧盟外交政策官员和塞普国为例 也表达了对事件的严重关切 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军事升级 在地区层面 沙特外交部对军事升级的事态发展表示深切关注 而埃及外交部则呼吁最大限度克制 卡塔尔外交部同样表达了对该地区发展的深切关注 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紧迫的行动来减轻紧张局势 然而在这场国际危机中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环警告称 如果以色列进行报复 德黑兰的反应将更加严厉 伊朗外交部表示 伊朗在行使自卫权时采取的防御措施 证据措施证明了德黑兰对地区安全的负责任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员表示 中国对事件的升旗非常关注 并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和限制 以避免进一步升旗紧张局势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克特罗 更是将这次袭击描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在另一方面 中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些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 据东方日报报道 浙江省杭州一名女司机在地下停车场撞车后 不仅不道歉 反而对受害者进行了言语和身体上的攻击 最终被警方行政拘留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公共道德和法律责任的讨论 并在《我的非晋照顾小徐用塔》 另一起事件发生在北京半马拉松比赛中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一名中国选手和杰在比赛末段 被三名非洲跑手护送夺冠 引发了网民对比赛公正性的质疑 许多人认为这违背了竞技体育的精神 呼吁主办单位进行调查 这些事件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还是国内社会生活中 都反映出几张争议和道德挑战 它们不仅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触及了公众的道德观念和对公正的期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 各方的回应和处理方式 将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风凡复杂的世界里 每一天都有着令人瞩目的新闻事件 它们或许远在国际间 或许发生在我们身边 今天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了解几件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 它们不仅影响着当事人 还可能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转向德国之声报道的一件大事 德国总理孝尔茨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以色列事件做出了强烈谴责 在他的访华行程中 这一消息给他的行程蒙上了阴影 孝尔茨在前往重庆的专机上获悉了这一消息 并在抵达后立即表示了对这一行为的最强烈谴责 德国政府发言人代表总理发表声明 强调德国将与七国集团以及其他盟友就如何进一步回应 展开密切磋商表明了德国坚定的站在以色列一方 然而这个声明并未能提醒所有的批评声音 一些政治人物批评孝尔茨反应迟缓 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以中断度假行程返回白宫以支持以色列 而孝尔茨的反应则显得不够及时 这场国际危机无疑给孝尔茨的访华行程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但它仍决定继续行程 并在中国西南大都市重庆的访问中 除了会晤当地党政官员外 还将参观博士公司的轻能生产基地 在另一端看到了澳洲悉尼发生的一起悲剧 据东方日报报道 一名大学生被误认为是维斯特菲尔德邦迪商场血案的凶手 这一事件震惊了当地社会 7号电视网在奇艺这频道发布了一条错误的信息 随后虽然删除了视频并道歉 但这位20岁的科恩及其家人已经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困扰 这起事件不仅令人感到悲伤 也引发了人们对媒体责任和事实核查的深刻反思 最后我们来到了东方日报报道的另一期事件 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宗非法搜集稀土领域国家命令案 涉及内地稀土公司副总经理程某和境外某有色金属公司员工叶某某 这一案件不仅揭示了国家秘密的重要性 也展示了保护这些信息的紧迫性 两人因此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这些事件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社会公正 还是国家安全领域都是令人关注的重大新闻 它们不仅影响着直接相关的人们 还可能对我们的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些报道我们不仅能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事件本身 还能反思他们对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更广泛意义 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眼中 中国人这个概念似乎与大多数台湾民众的认同感 渐行渐远 德国之声报道 马英九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 频繁提及两岸中国人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的说法 与台湾政大最新调查显示的仅有2.4%的民众 自认为中国人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言论不仅背离了台湾主流民意 也显得不切实际 尤其是在国际民主阵营 普遍认识到中国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马英九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对专制威权的屈从 与推翻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的先贤先念 形成了讽刺的对比 台湾风传媒则关注了中国军机与外国军机 在领空外频繁发生短兵相接的现象 自2001年南海美中撞击事件以来 这种危险行动并未有所停止 反而成为了一种常态 特别是在中共于2013年片面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 与美日军机的空中接触更是语见不鲜 这种行为大幅增加了因意外事件 导致双方擦枪走火甚至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尤其是在两岸无政治互信 无官方沟通管道的背景下 在新冷战的背景下 不中不美的立场对于华人左翼来说 似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新加坡端传媒的报道指出 对于中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华人左翼 很难像其他国家的左翼那样 对美国体系产生强烈的反感 而国际左翼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度 也远不如美国问题 这种现状反映了华人左翼 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尤其是在讨论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和战争风险时 与此同时 第四十二届香港电影新奖奖的颁奖典礼即将举行 联合早报到了提名名单和获奖预测 电影白日之下以十六个提名领跑 展现了香港电影业的活力 此次颁奖典礼不仅是对优秀电影作品的认可 也是对香港电影人才和创新精神的肯定 在国际军事领域 德国之声报道了美国将缴获的伊朗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的消息 这支武器和弹药原本被伊朗运盲野门胡塞武装 却在途中被美国截获 在乌克兰面临弹药短缺的背景下 这次武器移交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足以装备一个履域 对抵御俄罗斯的入侵有所帮助 这一事件也反映了伊朗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中的角色 以及美国在揭露和阻止伊朗破坏稳定活动方面的努力 综上所述从台湾的政治态势 中共军机的挑衅行为 到华人左翼的困境 香港电影业的发展 再到国际军事援助的动态 这些事件和现象 涨前亚洲及全球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侧影 反映了不同领域中的挑战、变革和进步 在东京的港口边 一股新的国际风暴正在韵雅 据《东方日报》 德国海军护卫舰计划在8月下旬停靠东京 这是自德国去年7月制定对华战略以来 其军舰首次在日本靠港 这艘护卫舰将于5月7日离开港口前往印太地区 标志着德国在全球军事布局中的新动向 德国空军也不甘落后 计划在6月至8月期间向印太地区派出战机 展示其军事实力 德国2020年制定了印太战略 自难以后2020年向日本派出护卫舰 成为约20年来首次由海军舰艇访 2022年则首次向日本派出战机 德军稍后还将派出护卫舰和补给舰 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 而IMPC以及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等进行联合训练 德军战机也将参加在澳洲印度的大规模演习 并计划于7月22日至25日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展开训练飞行 这一系列动作无疑将加强德国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联系 而在江西福州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震惊了星岛预报的读者 一辆汽车高速闯红灯撞向对象车道正在等红灯的三辆车 造成四辆车不同程度受损 似乎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赵氏的51岁黄姓南司机已被控制 建厂闭录电视拍下的影片显示 赵氏私家车高速穿过十字路口直撞等交通灯前的三辆车辆 犹如跳台一般冲上半空场面惨烈 另一边在山东济南一系校园冲突事件 引起了东方预报的关注 一名男学生在与三名醉酒男子发生冲突后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这三名醉酒男子假装外卖人戏弄一名女同学 随后闯入学校与男学生小超化名发生肢体冲突 在冲突中小超挥拳反击导致一名醉酒男子倒地 送院诊断为脑膳 尽管双方当晚签署了谅解书 但小超最终还是被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 小超的父亲对此表示无法接受 强调儿子是在正当行位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从国际军事动态到地方社会事件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世界的多样性 也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挑战的各种挑战和冲突 无论是德国海军护卫舰的东京之行 还是江西辅州的交通事故 亦或是山东济南的校园冲突 每一个事件都在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 理解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团里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